你相信面向能决定命运吗 天生犯罪点都有什么特点 2016年上海交大教授吴小林 在论文中提出了 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识别犯罪点 并尝试对1856张人脸进行分类 准确度达到了精神的89.5% 通过对比和总结 罪犯的内眼角间距比普通人短5.6% 上唇趋率比普通人要达23.4% 鼻唇角角度比普通人小19.6% 简单来说嘴巴小眼睛巨短人中清晰 就是面向学理的天生犯罪点 不过这篇论文意境发表 就遭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质疑 在这个人人平等的新时代 怎么能看脸就给人贴标签呢 不过近日的AI犯罪识别 其实早在19世纪就有先例 1876年 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布罗索提出 有些人是天生的犯罪分子 他研究了3000个犯人的头盖骨 总结出了70多项犯罪点特点 比如颅骨或者脸部不对称 有清洗的额头和耳朵等 总的来说都长得有点歪瓜裂草 龙布罗索将其归因于基因缺陷 尽管这个结论缺乏数据支撑 却掀起了天生犯罪人类学的研究 因此它也被誉为犯罪学之父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宽脸型的人更具有暴力倾向 因为面部的长宽比和搞酮素有关 搞酮素多的人面部更宽 占有欲和攻击性也更强 但相应的它也会让人 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力 比寻常人更愿意尝试冒险 这也是成功人士的特征之一 当然面相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 会随着环境经历发生改变 但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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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